今天是群委會理事長林仕傑 昨天清晨被槍手至少開了11槍身亡 警方對遺體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發現部分的子彈仍然是卡在體內 犯案的槍手案發之後 疑似從台南開車逃到高雄 警方找到一部汽車被鹽酸潑灑 恐怕是要滅症 目前不排除先犯可能是沿路南下潛逃出海 為了進一步確認前一天遭到槍擊身亡的林仕傑 確認槍傷的情況以及死亡原因 9號早上9點多 檢察官來到高雄殡仪館 協同法醫對林仕傑的遺體進行電腦斷層掃描 檢測結束 檢察官低調離開 遺體也立刻被送回台南 準備在下午由法醫進行解剖見識 發現部分子彈仍在實則體內 今日下午將由法醫師在台南市立殡仪館 進行解剖鑑定及槍創彈道比對 台南市區域會理事長林仕傑 8號清晨5點44分 在台南新的路的自家門口 遭到槍手至少開了11槍後身亡 槍手犯案後 獨自一人開車逃到約2公里外的停車場 放火焚毀汽車後步行離開 警方在車上發現兩把被燒毀的槍支 接著槍手疑似開另一部車逃往高雄大樹 把車停在偏僻的地方 對汽車潑灑鹽酸企圖滅震 再騎機車離開 不排除嫌犯有可能沿著高坪海線南下偷渡出海 槍手沿路製造多個斷點 企圖擾亂警方的辦案方向 9年7月16號就要退休的辦案老手台南市警局局長廖宗山都坦承 證明嫌犯相當狡猾不好對付 懷疑嫌犯事先就已經籌劃了很長的時間 現在警方擔心嫌犯偷渡出境 已經請韓循跟機場協助盤查可疑的人士 希望在嫌犯可能逃亡雷境前抓到人 釐清是否有其他共犯揪出幕後藏境人 接著蘇婷姚文華胡幫松 SNG小組綜合報導